7 第2个Task 其实是第一个Task 想你可以在你的名字以下加多一个入你同学的名字 最后显示的时候,例如我这样入 然后将两个名字串在一个名字上显示 第一个提示就是,如果在你的名字上加多一个名字 如果你已经用了你的手机或手机电话 你论上它会自己马上更新的介绍 例如我这个多了,我把它删除 那你论上它会自己马上更新的 其次,我们谈谈谈Blog 今次我们仍然期望将名字参加 我们会使用这个Blog 但今次我们要参加两个名字 再加上我们的字 我们参加的东西更多 其实你看到有些Blog上面有一个按钮 那按钮可以改变Blog的某些特性 例如今次我们正在加入两个String String 在电脑里面的意思 就代表一吋的文字 即是表示现在它在加入两吋的文字 但其实我们正在加入多个两吋文字 那你就可以将这些String 加上 例如我们要加入很多吋文字 所以你现在看到,现在有五个位置 让我们加入一齐